民眾一打開水龍頭流出來的水又黑又濁 根本完全不敢用 即便已經放水幾十分鐘 水還是十分不乾淨 這情況讓附近的居民感到傷透腦筋 我們路口那邊有工作人員在排那個濁水 他說要把管子裡的濁水排出來以後 才會有清水給我們嗎 那來的時候還是這麼張 南投市28號傍晚大約4點多開始 從中興國中一帶多達兩千戶到三千戶人家 嘉義的水都成了這副模樣 廁所碼頭水不管怎麼沖都是污水 後方水槽打開水也髒到看不見底部 我們的那個碼桶就等於是受損 這裡面就受損就有那個沉澱物 我也不知道那是什麼 但到底為什麼自來水會變成醬油水 中興路 主持路還有東明路調查口那個地方 因為在改接自來水管線 會造成 昨天斷居以後會造成混濁 原來是當地地下水道失足的工程惹的禍 由於當時是準備晚飯的時間 水不乾淨也造成當地民眾困擾 南投縣府公務處也對此智商歉意 並且表示隔天早上已經完全恢復正常 也請民眾安息用水 其預備的新聞 誰叫貴南投場報導 請訂閱 按讚 分享 TVBS新聞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也請下載 TVBS新聞APP 隨時掌握國內外大事